沒有了這些地方的話 怎樣去重振經濟呢 另外就是昨天 還要補充一下 因為剛才有網友跟我們報料 說這次美俄直接衝突 原因是因為美國MQ-9無人偵察機 就跟俄羅斯的戰鬥機 在黑海上空相撞 美俄手道直接衝突 沒錯就是這個 我見到Guardian BBC都有最新的消息 但暫時只不過是 跟MQ-9 跟蘇27 在克里米亞西岸那邊 就有這個相撞 美國國防部純粹證實了這個消息 下一步是說什麼呢 大家都說要視察了實際狀況 才有進一步的消息去公佈 這件事主要在Twitter裡面傳出來 暫時就是台灣那邊 然後我見到BBC Guardian那邊都有追蹤 這個美聯社 主要是在美聯社那邊傳出來 美俄撞機 或是在黑海那裏 如果你是巡邏機 應該是巡邏機 收集情報 如果你是黑海的話 就看看現在 你現在俄羅斯又是否覺得出樣子 即使你撞機的話 那撞機 其實對於拜登來說 你會不會令到普京的惡向膽變身 但如果你要打這個時候 你因為撞機 你而報復美國的話 有什麼手段可以報復美國人呢 即是試核彈嗎 你不要啦 即是試核彈嗎 最多是你打你的飛機 最多是你打你的飛機 那你現在相撞了之後 那究竟兩隻機的下場是如何呢 暫時我們見不到很多資料 是吧 沒有什麼的 所有的傳媒都說 more info will come soon 是呀 follow up 而已 在黑海 再細節一點就是克里米亞半島西岸 嗯嗯嗯嗯 克里米亞半島西岸 即是在黑耳松那邊 黑耳松的出海口 是呀 帝里白河出海口 ok ok 這個是大花生來的 密切關注 這個要是 沒有想過是這樣的 因為以往我們認知的 一件事就是 你現在美國給的武器 很多都是反彈黑武器 那你歐盟給的 都是一些的坦克 再給下去就是坦克之類的 那些什麼 暫時沒有什麼 無人機呀飛機呀 那 有些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網民來的 那這個 普通網民來的 嗯 就說有更證 就說俄機 俄戰機 就射了 即是射落了 美國的 美國的 美軍的 無人機 嗯 在這個國際空域 是的 美國 那國際空域 就 如果你射落了 美國的無人機的話 就看拜登 會不會發爛詐回應 這個就是 暫時沒有什麼 的 就是 這個跟進 暫時就是這樣 嗯 嗯 OK 那現在 你說 俄烏局勢 暫時就是 看看習近平下個星期 怎樣表現 那另外一件事 這是關我們事 那 這個就是 就是昨天 這個 美國 和 澳洲 再加上英國 的元首 一起在 澳洲裏面 舉行高峰會 其實這個新成立的 AUKUS 應該是去年成立的 三國同盟 三國同盟 你知道 現在美國人 除了在 亞太區 他自己 聯結了 這個 美日印澳 這個 這個 所謂的 亞洲小北約之外 現在就想 將英國引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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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 就 令到他 在這個 太平洋 上面 就可以貢獻多一分力 始終的問題是因為 中國在 撕了這個 台灣柴 就和這個 所羅門群島 建交之後 就直接在那裏 就做了很多 軍事據點 走出來 這件事直接影響 這個 太平洋裏面 第一 北邊就是關島 南邊就是澳洲 他們那邊的 布防 就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 你問中國是否撤出 我想他肯定會棄你的 既然在 既然在 擺出這樣的姿態 那 沒得不應對 現在這個 英美澳三個國家 談些什麼 主要就是 在前天 即是13日 前天 談了核技術潛艇 的合作 分享核技術潛艦 的技術 還有他說 連手打造的 核動力前艦的細節 又談了這些事情 加上防武合作 主要 講到明 是應對中國 在印太地區的 軍事狂張 講到明 你習近平 你早幾天 上個禮拜一 在說 就在罵美國 現在你全方位 壓制 圍堵 中國 還未夠 現在 我跟你說 我們現在 參加其他朋友 回來 抓了英國 澳洲 回來 然後 拜登昨天 很囂張 這些真的是真正的朋友 這樣跟你說 坦白說 純粹 美國佬不夠資源 不夠資源 而認識到自己不夠資源 然後聯結多些盟友 其實這是聰明的做法 拜登 他找來了新衛城 去參與地區上的合作 新衛城 其實他自己也說了 他認定了 跟拜登見完面之後 談了中國帶來的挑戰 和英美兩國支持 印太地區和平的共同承諾 談這些事情 新衛城也接受拜登的邀請 在6月的時候 會訪問華盛頓 再去深化合作關係 英國前天接受了NBC的訪問 真的評論中國 是一個更加武斷的中國 對全球的秩序 構成了系統性的挑戰 而現在這個AUKUS 英美澳聯盟最新的計劃 有助於對抗北京日益增長的軍事力量 有些人覺得 同時間你不再去認定他是為威脅 英國最近有一個動作 他更新了一個綜合評估更新的政策文件 這就是全球性的國防的看法 其實是戰略的文件 首先他更正跟中國的看法 中國對英國和全世界的秩序 構成了劃時代的挑戰 英國將會建構一個新的機構 以及提供新的資源應對 而且很多次提供台灣 這個所謂什麼新的資源應對 原來最近我老婆跟我說 因為他經常留意那些工作市場 他說原來MI5最近正在請人 正在請一些普通話人 懂得中文的人 他要找個余茂春 又不一定是 美國那邊勁了一件事 就是有一個余茂春 非常認識共產黨的威脅 那些是國情專家 就不是一般的特工 這個是MI5的網頁 其實我們剛剛也找到 主要是找一些普通話人做分析師 正正在響應剛才新韋誠說的 調撥資源去擴大研究 和中國有關的一些情報 就是做一些情報工作 甚至是說一開始 他不是太需要你做情報工作 他要你教人講普通話 或者是 條件有幾好 主要是在語言方面 做兩年 兩年之後 你就可以升職 做一個什麼語言治療師 不是語言分析師 語言分析師 對 只是語言分析師 你會進入一個更加大的China Team 即是你找到那些大陸佬文件 你知道大陸佬動向 別人的古靈精怪的東西 別人就問你是什麼 對 做什麼 要寫中國有關的情報分析 評估 以及跟中國 做一些直接跟中國相關的調查 即是發揮潛能 即是像黑警所說 是否可以發揮潛能 但是 人工不是很高 好像是三萬磅一年 即是你研究中國 這些東西 我不知道 我要先問他 如果你說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這裏找 和中國有關的 工作名字 找命多才值三萬磅 你搞什麼 你看看現在有什麼名字 還沒有中國相關的 但現在有俄羅斯 對 俄羅斯 現在有俄文 可能要多開一些位置 這個曹太搶人才幫不到你 我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他那些keywords 都講得明白 第一 你要精通普通話 第二 你要熟悉 中國人的culture 處事方式 在倫敦或者萬城上班 即是 這個是commercial opportunities upcoming 接下來才會做的 密切留意 這個就是 新衛城搶人才 適合我們的手足 我們的手足 大把高學歷的 即是新清真政治庇護 或者BNO 大把高學歷的人 你不知道的 熟普通話的人 你一定是預料了 有些鬼進去 有些無奸道進去 有些什麼 就是 有些 有很多 那些 那些 糧潮話進去 你已經預料了 其實就是 但是人工又不太高的時候 這個就不太行 是很容易會 給中共的美人計 是啊 是啊 中共最厲害的 一向 他現在 就是 他開始認識到 即是新衛城 開始認識到 台灣的重要性 他就 掉撥多些新的資源 去應對 Fat Learn就說 BNO都應該不用想 一定過不了 Security Check BNO那些 未必 未必 我們都認知 有些BNO人 是嘗試當兵 當兵而已 不是 Security Check 這些東西 大哥 你當兵都有啦 是不是 那你捱得過 Security Check 的話 當兵Security Check 的話 我覺得這些可以 幫助